大家好,今天是轮到我的大宝,打疫苗 因为我们的卫生部长台里已经开始宣布了 5岁到12岁的小孩可以去打疫苗了 因为加上现在的病情很严重 所以打疫苗是一个唯一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 你有紧张吗?不用紧张了 打完了我们去吃冰箱 他紧张到忘了什么是冰箱 locker 确认过眼神 太厉害了 birthday址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这就是鱼童的鱼童 这里是鱼童的鱼童 看我 看這邊 看這邊 手放鬆 �到餐廳 好 按去 只頭放到湯 Barbkel 嘗通呢 嘗通玩 像蚂蚁 咬 刚才为了鼓励和安慰大宝打针 所以骗她说打了过后有冰糖吃 所以现在她已经打了 所以要完成我的承诺 所以先带她来买冰糖 今天打针了第二天 手也这样了 有点痛不可以测这些东西的 只可以喝百变水 吃百变法味 虽然现在有了疫苗 但是最近的新闻报导确诊者都是小孩 因为很多小孩还没有打疫苗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庆幸 防疫措施还要做足 照顾自己 照顾家人 今天的Vlog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